歡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視野 我是黃家華 受到疫情影響 越南自2020年3月下旬鎖國 禁止外國觀光客入境 嚴重衝擊觀光旅遊 當地業者收入銳減高達8成以上 讓民眾反思 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 邁入2021年 越南民眾新年希望 各國能早日制成施打疫苗 讓疫情退散 促使越南觀光再度活絡 2020年武漢肺炎肆虐全球 不少遭疫情攻陷的國家 黯淡迎接2021年 而在越南因為成功防堵疫情 各大景點跨年活動照辦 首都河內更釋放 睽違四年的跨年高空煙火 為了一堵這難得的煙火秀 市區主要干道幾的水泄不通 越南民眾回首對抗疫情這一年 都半對政府的防疫方式 給予肯定 為了防堵疫情 越南自三月下旬鎖國 禁止外國觀光客入境 至今迈入第十個月 其餘旅客入境需提出妥善隔離方案 也在全國實施社交距離措施 而民眾當然也希望政府能加快研發或採購疫苗 讓民眾失敗 就希望希望國內 外國內也在新闻 平日出唯一 也希望將新闻取出妥善隔離 我們購入這是 為何美女 以為新闻取出妥善隔離 以防疫情 及防疫情 都未來的疫情 都未來的疫情 我們希望將新闻取出妥善隔離 阻止 我們去提供出妥善隔離 根据越南官方数据指出 2020年国际旅客到访人次仅380万 减少近8成 而到访人次中有96%旅客是第一季到访越南 换句话说 越南进入索国防疫后的国际旅客人次 仅占全年度约4% 对观光旅游业者来说 2020年是勒紧裤带的一年 在环境湖畔踩三轮车 踩了35年的张如柯先生表示 国际观光客瑞减收入减少8成 除了国际旅客 往日的热闹情景 大大影响这些靠观光收入为生的民众 他们的2021年新年愿望 就是希望各国早日施打疫苗 旅客才能再度造访越南 让生活恢复常态 中文社记者陈佳伦河内报道 告别2020鼠眠迎接2021新丑牛年 一只金黄色的巨无霸雕塑牛 在居民合力搬动下 在日本三重县金市的沉水神社亮相 金牛在小朋友们簇拥下闪闪发光 象征新年新气象 自1986年起 日本三重县当地民间团体 每年都会制作该年度的 十二生肖巨型雕塑 今年的黄金牛高2.2公尺 长3.6公尺 使用钢架和保力龙制成 外表涂上一层金色涂料 2020年武汉肺炎疫情侵袭全球 确诊人数每日飙速成长 民间团体代表指出 希望这只金牛能带给日本 抵抗疫情的力量 庄社综合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全球视野除了在中央社网站 和华视频道看得见之外 也有粉丝团咯 只要在Facebook搜寻关键字 中央社全球视野 或是扫描QR Code就能找到 我们将持续为您推荐 国内外最夯的新闻时事 欢迎按赞追踪分享 让全球视野打开你的视野 日前西藏流亡政府举行大选 世界各地多达8万名藏人登记投票 要选出新司政与国会议员 来到印度新德里一处投票所 民众在佩戴口罩及保持社交距离下 投下神圣的一票 今年角逐司政的候选人名单 包括西藏流亡领袖达赖喇嘛 拿住新德里办公室代表重穷欧珠 及前西藏流亡议会前副议长 卓马加日 前西藏驻北美代表 多杰奥卡桑等七位 我们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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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现在的线路线连接近30年 这不成功 因为线路线一样好 但中国人不想接受 所以可能在主要的事情 由于达赖喇嘛年事已高 这次选出新的西藏流亡政府司政和议会 将对流亡藏人的未来影响很大 尤其西藏地位的政治解决方案备受选民关注 对中间道路等政策进行调整与改革 也是许多藏人思考的问题 而角逐司政的唯一女性卓马加日 他表示 近期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西藏政策及支援法案 也期待新任总统拜登上任后 仍能与美国强化合作 他还指出希望未来能与台湾有更多合作 这次大选首轮投票将选出共90位议会议员 而获得票数最多的两位司政候选人将参加4月11号的第二轮投票 顺选者才能成为西藏流亡政府的下一任司政 中央社记者康世仁新德里报道 日本东京武汉肺炎疫情严峻 确诊病例急速增加 为了遏止疫情扩散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会同首都圈三线知事 预请中央尽速检讨 再度发布紧急事态宣言 首相菅义伟回应 考虑近期发布中央级紧急事态宣言 要求民众避免不必要的外出以及跨现实移动 不过这份宣言并没有强制力 民众就算不遵守也无法开罚 因此目前中央正在研议修法 规定补助金及罚则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以及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